Leo聊四季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 是Leo 今天要來看緬甸人對上葡萄牙人 這場比賽是天地的要塞地圖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次的文明吧 文明這是緬甸人喔 緬甸人的話免費的伐木技術 那在這次的改版中 我覺得緬甸人的改動並不是太大 甚至有說有改跟沒改一樣 我覺得緬甸人算是比較悲劇的 但我覺得緬甸人本來就應該要這樣子 因為他的飛鏢騎兵實在是太強 再怎麼減弱或增強好像意義也不太大 他的改動我記得只有增加這個卵甲技術 步兵線的部分 轉這個劍勇的話還是不錯的 畢竟有卵甲 卵甲是我們的新科技 可以讓這個劍兵勇士的這個系列 可以增加一點遠方 算是一個不錯的增強的一個小buff 但是其實緬甸人還是比較偏向於騎兵文明 工兵是不太行的 那他打一個不騎路線的話是蠻適合他的 好那緬甸人除了之外還可以適合打這個生旅戰 因為他的修道院是全部半價 所以打生旅也是OK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葡萄人 那葡萄人的話最大的特色是這次的改動 風情砲有這個完全改造了 攻擊力本來從16攻現在變成7攻的樣子 直接砍了56%的傷害 砍了非常非常的多 這個是非常嚴重的一件事情 那我有去稍微實測一下 我發現風情砲打頭實測的傷害並沒有那麼高了 所以這意味著說以後你們遇到風情砲的話 可以直接用頭車去跟對方互換 甚至你可以換出優勢啦是沒有問題的 當然啦如果風情砲的數量過多的話 還是可以一發集火掉這個頭實車的 那以現在這個改動來說 前期就可以用頭實車去壓制對手沒有問題 那葡萄人的話這次改動應該算是非常巨大的 那我有稍微看了一下改動 這個葡萄人的風情砲打對方的遊俠 或者是打這個戰毛兵 殺傷力並沒有那麼高了 就是可以擋下蠻多傷害的高遠防單位 就是不會那麼痛了 但是如果打步兵的話傷害還是蠻高的 這個就是需要注意的一個點 好那葡萄人的話還是蠻強的 畢竟他所有的黃金單位都有20%的減免 而且帝王時代還有無限支援戰術 所以總體而言 在單挑局來說算是一個蠻熱門的文明 勝率也不差 而且很萬用 打步兵騎兵工兵其實都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工兵路線比較少 還是會打這個風情砲居多 但是工兵路線也是有拇指環三級射的 所以葡萄人我覺得算是A級文明左右的 而且本身經濟也不差 因為他這個補這個果子的時候還會產生牧場 讓他前期經濟還變得還蠻不錯的 大多數的葡萄人還是會喜歡打一個直城 尤其是在競技場或是要塞帳地圖裡面 阿拉伯的話就不太會打直城 反而會打這個工兵開局 或是工兵開比較多 赤猴會少一點點 因為他會想用盡可能趕快升上城堡時代 才是他的主場 所以赤猴開會少一點 工兵開多一些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上城堡時代的對戰吧 好那緬甸人這邊先優先點下一級伐木跟一級農 那葡萄人這邊有點小小的尷尬 沒事沒事我剛剛看錯我以為他沒點 OK那他這邊很標準 點下了兩...二級木了 哇這顆下的時間偏早了 好結果葡萄人直接先按修道院 看來要先來搶生物了 有想法有想法 好 那風琴砲也是繼續按下去 那風琴砲的造價依舊還是很貴 並沒有做出任何的調整 那一樣是80木70斤喔 這個木材消耗還是很貴的 但至少他這個有黃金減免 我記得70斤減20% 所以是減14塊所以是56塊 80木56黃金喔 其實還算是有省到一些資源 好那來看一下這邊 緬甸直接看了3TC 所以他有10雙TC開 經濟來說的話緬甸人會稍微有點優勢 但是就會捨棄掉外面搶聖物的一個優勢 因為他沒有任何東西可以防守聖物 他還是要放棄聖物了 明明他有這個飛鏢奇兵喔 但他沒有想要拿來打風琴砲的意思的感覺 現在風琴砲比較難處理的地方是需要點下這個救贖思想之後 我唯一講就點啦 救贖思想之後就可以招想 那沒有點之想喔 這個風琴砲是沒有要把聖物去處理的 那剛好緬甸人喔 這個聖物科技都半價的關係喔 所以風琴砲很快就可以點下這個救贖思想去反制對手 哇直接被砲擊掉 好這邊風琴砲直接被招了3隻 風琴砲打聖物還是很痛 哇這邊直接砲擊被招了兩個來風琴砲 那風琴砲打建築物現在傷害也變得並不高了 那他的彈道以前是比較分散一點的 現在有點變得偏直線距離 雖然他說命中率變成0% 但這個0%也沒有關係 因為最主要是因為他的彈道變窄了 本來是非常大範圍像這樣子喔 可以打這麼大範圍 那現在他的範圍變成這樣子喔 變得很細長 比較符合槍的這種感覺 而不是散彈槍喔 所以我覺得緬甸 這個葡萄這次的改動我覺得改的非常好 你看打勝率很準喔 雖然他寫0% 但是卻還是蠻用感覺的 好這邊直接招回來 那可以解決掉一隻 結果先打後面結果傷害不夠 差一點招到很可惜阿 哇風琴砲這邊秀的非常漂亮 好後面檔位還是順利收掉 那有人說喔 但是風琴砲算增強 以彈道來說的話是增強沒錯 但是打到後期的話 你就會發現風琴砲其實沒有那麼強 有點算是增強前期的對抗其他單位的時候會比較強一點 但到了後期風琴砲的一個控制 就是載至戰場的實力喔 就會被削弱很多 前期的Counter方法很簡單 就直接出頭子車就好了 或是直接出騎士上去砍 也是有不錯的效果 所以不一定喔 要像他們這樣直接出飛鏢騎兵喔 因為飛鏢騎兵其實打起來數量不夠多的話 被風琴砲打還是很難解的 好那這邊城堡蓋在外面 這個位置其實還算可以喔 這裡有小小凸起來喔 看這個細節 小小凸起來的小高地 但是沒辦法直接守住這個金礦喔 有點小小的微妙 如果頭車在這邊的話可以直接硬砸 那我覺得位置還可以啦 並不會太差 比蓋這個平地來說好像一點 因為這邊就是高地喔 因為這邊一高地的話很容易巨頭開砸 很容易就被解掉了 但是這邊也是高地喔 這邊巨頭直接架在這個位置喔 如果能在這個位置起架的話 就可以砸爛 那應該這個沒辦法 應該還在再往下走一點點 所以我覺得這個位置還算是可以的喔 好那葡萄牙人這邊喔 是把自己家裡準備圍死喔 那看來是想要在後面喔 蓋一些港灣大山站喔 直接開農 這邊準備要來點地龍時代了 兩邊都是偏農喔 好那實體直接補下 看起來沒什麼太大問題 那緬甸是選擇打雙修道院 超級生鋁壓制打法 那葡萄牙人這邊就可以考慮喔 缺短這個漏馬 而且他的漏馬也是能打的 畢竟三公三房都有 缺點是沒有大漏馬 新騎兵三公三房是有的就還不錯喔 這邊想要來拖蛙石喔 被抓包 紅情炮很準 有沒有 彈道變得很直喔 感覺比以前更準喔 雖然他的說明是從 以前的50%變成0% 但這個林本色感覺還是很準喔 最主要是這個彈道的 一個改變的關係喔 所以才感覺讓他變得很準 事實上他是有點炮槍沒有錯喔 你們只要看一下的話 你就會發現他打這些遊俠 或補兵單位的時候 就會有點還是有點炮槍炮槍 我是只能說在移動的 如果靜止下來的話他是蠻準的 風情炮 我發現我最近講的一些細節 沒有再補充一些話 很多人會誤會 所以我覺得 可是又覺得講得太細的話 大家會覺得又覺得 肉肉等 這個怎麼講解 拿捏 是一直需要去改進的 好 這邊直接被炮掉一隻 你看 有點炮有點炮 如果再移動的話就有點炮 OK 哇 這個就是直接全部吃到炮槍 狂倒 所以其實風情炮現在有點改得像飛鏢騎兵一樣 雖然飛鏢騎兵一樣打得不準 但是如果全部都打不準 然後對方聚在一起的話 就會有那種擴散效果的感覺 好 緬甸人這邊打大象 大象也是不錯的 因為本身緬甸的大象也會有這個防禦加成 那你們看喔 打到大象的話 傷害就沒有像以前那麼高了 啊 高遠防單位的話 你看 射起來就有點癢 哇 抓癢 葡萄很尷尬 現在對大象已經沒有這麼有宰致力了 好 那這邊點下銀罐之後 雙防再加一 相夫遠防 再加這個進防 再加一防 而且喔 他的相夫本身的 進遠防 就已經有多一了 在抵他三防之後 這個大象 砍得跟鬼一樣喔 而且他的步兵喔 有這個軟甲技術 而且每個Style 步兵的攻擊又再多加一 哇 這個大象配步兵的打法 是緬甸人的精髓 對 還有這個飛鏢奇兵 所以我覺得緬甸人在我心中 是A級 甚至是S級等級的文明 非常強大 那我覺得 波蘭現在有點掉到B級 並沒有那麼強勢的感覺 B或A了 在我心中可能是A吧 但大部分眼裡可能是B吧 波蘭現在真的沒那麼強 畢竟改成8%多多少少少 還是傷到了一點 好 這邊 砲擊繼續砲 哇 你看這個 彈道全部集中在一點上的關係 所以打這個巨頭的時候 傷害是比以前還好用的喔 所以這次改裝算蠻平衡的 好 那這邊趕快緬甸點到三防喔 對方的風情砲 就沒那麼有辦法 去做一個反事了 好 停下三防了 這邊就有趣囉 大象配上 風情砲 那大象的遠防喔 全部加完之後是2加6 遠防8 風情砲 九攻 代表說他打一下 大象只有一滴血喔 那他這次總共是變成7顆子彈吧 子彈變得比以前還要多喔 那所以打一半喔 基本上7滴 跟抓癢一樣 好 那緬甸這邊 帝王時代喔 可以考慮去點一下這個印刷技術喔 去找對方的巨型投石機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畢竟他是生旅嘛 生旅國家 好 點這個印刷技術喔 要100斤 雖然本身200也是很便宜 好 大象直接上來硬坦 你看 抓癢 沒在扣 以前的風情砲可能還是很透 欸 嗚嗚 這個是火炮打到的關係啦 火炮打到還是很透喔 管管 奇怪 我們剛剛扣了一大格的血 原來是火炮砲到了 這邊再砲擊一下 好 板頭 能打到點東西嗎 欸唷 差點砸到 這邊先點一下精銳相夫 我們還是在等精銳好 好 那石頭的庫存其實還夠的 那假如村民修得夠多應該是可以守得下 但這邊巨頭有點多喔 而且還有四火炮 所以應該修不回來 我覺得修不回來 三巨頭基本上要到十五村來修 才會修得回來 而且再加上四台火炮的話 至少要到二三十隻吧 25隻起跳村民喔 才會修得回來 好 那看來這邊是打算棄手 開始 且打且退 等這個精銳戰相好 然後再點一下這個 跑速 耕種技術 大象的跑速也會上升 我們來看一下變成精銳大象之後的數值喔 攻擊力十二 防禦血量會再多三十滴 三百滴血 三百二十滴喔 多五十滴血 攻擊力再加二 哇 防禦還在加一喔 遠防也在加一點 近防有六啊 OK 這就是緬甸的完全體喔 超高遠防大象 好 這邊火炮輸出很高 但是瘋琴砲根本在抓癢 簡單啦 顧塔塔這邊可能要轉出疾兵奶會比較好 這邊直接做一波前壓 大象直接 大軍壓盡 這是否能打爆呢 結果這邊招翔到了一台 巨型頭死機 哇 火炮來不及反制 直接招過來 巨頭直接被送掉 大象繼續往前 瘋琴砲依舊沒轍 這個大象實在是太坦了 坦到一個步行 哇 癢 沒有火炮輸出 抓癢 真的是抓癢 哇 瘋琴砲快要被這坨大象給頂光啦 沒有瘋琴砲有少量出來 還是想要繼續用瘋琴砲啊 但我覺得現在出瘋琴砲根本就在送 好 這邊果然趕快點一下重裝長槍變升級了 要有長槍兵還是不行喔 欸 他是不是點錯了 怎麼點弓兵護甲 怪怪的怪怪的 手抖 點錯了是不是 看到大象太恐怖了 但這邊緬甸還沒有點攻擊力了 有點尷尬 如果這邊能再點下攻擊力的話會更好一點 18攻的大象可是很恐怖的 現在只有14攻 稍微 差了一點 好 這裡迅速補下疾病的升級 均勻這邊補到7個 那應該有機會可以擋下來囉 長槍兵戳大象其實就已經有傷害了 戳起來是不是會扣很大一個 好 升級好疾病 那這邊想挖野精就被抓包 大象來解一下 好 這邊補下軟甲技術 喔呦 緬甸也要轉鋪兵了嗎 直接轉雙手劍兵 是不是 哇 他劍兵砍了很痛 欸 但這裡還沒有升這個耶 民兵系 但大家如果要出 極兵長槍兵的話 是吃不到軟甲 喔 還是有點裝甲 我想說奇怪他是不是會錯意了什麼 看來沒有 我覺得軟甲科技比較可惜 就是極兵吃不到 極兵能吃到的話 就真的蠻強的 加1防震加很多 好 這邊開頂 最後城堡應該也是可以拿得下來 OK 打極兵也過來 看到極兵不敢繼續運拆 靠外面巨型頭10D拆就可以了 但是沒有拆掉 巨頭可以考慮去反擊一下嗎 還是要直接繞跑 這邊打算要直接繞跑 欸 城堡只剩1發也不打耶 好可惜喔 180D而已 哇 要被修回來了嗎 呵呵 好 這邊大量極兵直接搓爛這些大象 大象看到極兵只能瑟瑟發抖 趕快往後退 火砲直接砲擊後放生鋁 生鋁這邊沒有點下 欸 有點下印刷技術 所以其實可以稍微反制的喔 直接招火砲能招得到喔 好 大象直接回打一波 好 再嗡個一下才有機會 但是生鋁被砲擊掉了 很可惜 一隻火砲都沒招到喔 這邊西班牙打得非常漂亮 好 長劍兵也升級完畢 升到雙手劍兵了 雙手劍兵現在是12加4攻 防禦科技全滿 但是我們剛剛有提到 葡萄人打破冰單位其實是蠻痛的 並不差的 所以這邊再轉出風情砲加上疾病的話 是能康可現在緬甸人這組搭配的喔 那緬甸人要打贏這個組合確實不好打 洛瑪加這個雙手劍兵可能不錯喔 再繼續出大象可能會很難受 對方疾病數量還這麼多的情況下也不好打 而且對面還有火砲 哇 這個死傷有點慘重阿 但緬甸人也不能出工程器喔 對面火砲太多了 雙頭劍兵砍疾病速度非常快速 這邊大象也做一個回打 但疾病這邊一定要應戰了 不然後面一個火砲跟風情砲可能會守不住 好 兩邊的血量掉非常快速 但是這邊疾病直接被雙手劍兵砍成白癡 因為劍兵勇士本身每一個時代都會加一攻的關係 攻擊一下13加4喔 哇 在點完三攻之後 攻擊力會來到非常快張的20攻喔 20攻的劍勇你敢信 要不要挑戰一下20攻劍勇 用風情砲的挑戰應該是沒問題喔 用疾病是絕對不可能 好 那下方這邊的博道 看起來有點拿回來的感覺 這個三巨頭應該是可以拆掉的 這邊偷拆很成功喔 但這根城堡依舊還是拿不下來 時間來到了43分鐘喔 但是後面果然喔 葡萄在後方 蓋一下這個港灣大商戰 要來慢慢打這個資源無限的戰術 但是他也沒有忘記喔 要先去外面奪取資源喔 先把這個村民的價值最大化 如果村民被突光喔 再補下這個港灣大商戰就好 這個是比較標準的 打無限戰術的資源打法 一上地的話還是要趕快去搶野外的資源 不然你不搶的話就是對方搶 然後對方拿到那麼多資源 無限戰術有可能會直接被淹死喔 來不及圍滿這些資源喔 就被打爆了 好 這邊又再一度直接一個強攻 火炮在後方風情砲 要稍微拉打一下囉 不然又被劍勇砍到了 好 劍勇砍風情砲很痛 哇 血量掉的很快速喔 但火炮傷害還是很高 打這個大象還是輕而易舉 順利解掉 OK 風情砲再度解掉這一波困難 夠嗎 想要來追火炮 但是應該沒機會了 哇 如果我是緬甸的話 我會覺得這個很難打 現在不管出什麼都不太對了 你出肉麻又會被擊兵戳 而且風情砲打肉麻的傷害也不是說非常低 還是有稍微一點傷害的 這邊出少量擊兵加巨頭 直接稍微反制了回去 好 那這邊緬甸人經濟有點不太夠了 開始按一些長江兵 那肉量一樣8片條 繼續爆這個槍兵路線 戰槍兵好像可以打兵 他有4加5高 攻擊是偏高的 但後面還是有風情砲 風情砲打擊兵 這個傷害是很高的 這裡最好的打法 我不太確定了 這邊要打那個弓兵嗎 打弓兵我覺得也沒戲 風情砲解不了 打頭側的話可能會好一點 但是對方又有火炮 風情砲加上這個組合真的是難解 難解肢體 確實不好打 只能秀操作 這邊在後面直接坎坎一波 但我覺得緬甸這裡最尷尬的是三攻一直都有補下 所以這個輕奇病傷害也很低 要是有輕奇病的話 這兩台火炮跟風情砲找到掉了 都殘血了 後面巨頭想要用 頭石來反制火炮 能砸到嗎 唉唷砸到了 有點靠賽 但現在確實 用這個巨頭來反制火炮 是最好的選擇 至於沒有太多遠程單位 可以去做反制 但我覺得緬甸還是要繼續出森旅 去招對方的火炮 加上風險炮會比較好 但對方葡萄的操作火炮也是打得很好 所以並沒有給對方免電腦太多的優勢在 火炮直接砸爛後面巨頭 可能要慢慢推了回去 貢馬現在出現 一直在下水角 下方雖然劍有砍出了一點東西來 但可能也是要被TC打掉了 但是有軟甲技術的關係 遠防6 TC射下只有6滴 所以應該是可以砍掉這個TC的 三隻盡有力大功 水兵這邊開始慢慢出入了前面 這邊看來可以拿下來了 火炮這邊依舊是200人口 繼續暴兵 港灣大散彈只有補下兩個 所以資源跳得比較慢 石頭或許慢了一些 但是這邊有少量的劍兵喔 砍爆對方風情砲的TC喔 能把這塊金拿下來還蠻OK的 不然自己緬甸人很快就要斷金了 上面金塊也挖得差不多了吧 看起來是兇多吉少 好 劍兵勇士再度出來 哇 爆砍一波 好痛 風情砲再來 噢 這邊有勢劇痛 好 風情砲順利的... 推了回去 果然喔 風情砲... 打這個組合很有料喔 三攻三防的極兵 加上... 風情砲...精銳 我現在子彈是變6法喔 我以為是7法喔 欸 還是以前是5法 有點忘記了 我記得子彈變多一把 這邊大象再度的想要上前開頂 搭配劍有的進攻 果然稍微把對方的單位給壓了回去 但數量不夠多的情況下還是很難打 那我覺得這邊操作可能要好一點的話 就是大象跟劍兵我是有盡情前壓 然後輕其兵要自己組成一隊友去後面抓掉火炮 火炮一直抓不掉的話 對他來說是一個不太舒服的一個問題點 但我覺得盡可能的還是要趕快把三攻點下去 沒有三攻的話依舊還是打得有點痛苦 尤其是這個肉馬 步兵來說是沒問題 但是馬的話你要去抓火炮 攻擊力太低還是很能抓掉的 這邊我是再度反打 他現在開始意識到要用肉馬去抓後面單位了 開始有帶秀操作 稍微反打了一波還不錯 反正資源啦 越來越吃緊啦 但你看葡萄牠這邊經濟喔 四千多肉 就算你要再按 叫他按個四百隻擊兵 應該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這個資源繼續延續下去的話 按個四百隻也是綽綽有的 拿來當肉盾 風情砲在後面輸出 也就是難解問題 千萬不要跟葡萄二人喔 打大後期 你打到大後期 勝算實在太低了 人家是有趕灣大三戰這個特殊建築物的 資源量肯定是可以擰壓對手的 好 這邊點一下的級兵 不知道為什麼 這邊點級兵 反正是單純想要用垃圾兵跟對方打 這比較有可能 好 火炮繼續拆除野外的軍營 這邊稍微加速一下 好 這邊級兵加劍勇 想要擋一波 風情砲後面繼續輸出 但風情砲的數量有些在後面喔 所以這一波打起來 感覺是有點偏上風嗎 是我錯覺嗎 對沒錯 裡面這次偏上風 好 這邊 哇學聰明了 終於用這個肉碼到後面 但是葡萄也不是省油的燈喔 大量的級兵直接在後面 直接抽爛這批肉碼的突襲 完全沒救 又再一次的失敗了 這一波的突襲 我覺得緬甸人最好是趕快聚集一波大軍 直接兩百批批 兩百人口直接眼抱對手會比較好 不然這邊一直下水餃 反而讓葡萄阿倫更有優勢 那也可以嘰 嘗試去後方 用這個肉碼去後面繞一下 跟對方打一個偏機動性 但他確實有做到 你看後面這邊都有屍體 其實他自己一直到最後面亂的 正面打後方也亂了 但我覺得最大問題還是沒有三攻吧 所以打的有點痛苦 好 前方的軍医跟麻將全部被拆除掉了 現在是葡萄的 完全上風了 好 繼續持續的往前 車門要打破了 要進攻了 哇 你終於想到沒有點三攻啊 五十七分鐘 終於知道自己沒三攻 還跟對方打得這麼開心 是我就心態炸裂了 不想玩了 原來我沒三攻啊 難怪覺得對方特別強 OK 那就爆光 要來逼進到農田了 組織最後一把落馬進攻 還有一千黃金 一千黃金會拿來使用啊 落馬想要在後面招風琴炮跟村民 沒有三攻的關係 砍得還是有點慢 看起來很明顯喔 風琴炮打落馬的傷害 避免那麼高了喔 基本上都是城堡在輸出傷害 好 三攻一好 來了 絕地大反攻 最後希望 巨銀頭司機砸到了一些疾兵 這邊大落馬中有三攻 看一下這邊血量交換 落馬直接上去硬砍 風琴炮很痛 但是疾兵戳落馬更痛 直接被這些疾兵給戳爛 沒救 哇 不好 這一波包的還是非常漂亮的 緬甸這邊失去希望 打出了GG 哇 兩邊打的也是相當精彩 我覺得中間那一波緬甸的大象 加上自己的 肉馬 那一波還有這個劍勇 去反打一波我覺得蠻OK的 但是他沒有一直繼續把這個優勢延續下去 後面疾兵加上風琴炮火炮的攻勢 還是太強大 好 我們來看一下後面經濟 經濟 哇 這個緬甸人經濟果然很好 肉類直接贏了兩萬 黃金也是小小的領先 石頭也是 木頭的話 葡萄牙一定比較多 因為葡萄牙需要打兩木頭 去除這個疾兵 還有這個風琴炮火炮 都是需要吃到木材的 但是這邊葡萄牙後期還有這個 港灣大三戰的支援無限戰術的優勢 所以打到到後期一定是沒有救的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也要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那最近改版可能會出影片 會比較偏向於改版的重點 那遊戲還沒有介紹到的話 還請讓大家再繼續稍微等待一下 好啦 那我就是C6 我們就下次再見 各位掰掰